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是有毒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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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古鐵 這些是過山烏 這條小的了 這條蛇很兇的 它是主動攻擊人的 如果你在山上看到它 那你最好扮成石頭 如果被它咬到 在15分鐘內就休克 一個小時左右 可能有機會遊戲過 你見到它現在鬆醒 現在它是看不到我 只有看到你 所以你是比我危險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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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71年在這個行業入行 是1971年4月1日 是一個很大的漁人節禮物 八個細筋 六個大湯 我一做就做到今時今日了 你做了多少年 我知道你很久了 做貼豆三年了 三年了 真的 我都好看 我多一個 我來這裡等你吃 我真的 我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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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是嗎 我來香港 是嗎 因為你是外國 你必須要小心 什麼你吃 所以他們來帶我來 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 我不會吃 今天吃 這個 不危險,對嗎? 這就是我的陣子 好,請來 她怎麼會舒服一點? 她嚇他們 你很像那樣,你很像那樣 很像那樣 很像那樣 來吃這裡 湯要6小時前 熬6小時 我們現在都放20斤的豬骨 這裡有35斤的蛇骨 兩隻老雞 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用蛇骨 它出來的效果會腥 和不香 當你有另一種肉搭 它的味道就會很鮮 蛇本身是很有益的 因為蛇肉本身有很高的蛋白質 它沒有膽固醇 當然我們吃蛇 千萬不要生吃 打火鍋不熟都不能吃 煮時間長一點 就會好一點 熬湯是最好的食法 我們試一下 正常泰士五蛇羹 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做法 它裏面的包含有飯鏟頭 金腳帶 樹蓉三索線白化 你繼續五蛇 後期我們去到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地方 它有一隻海蛇 我們把它煲了湯 煲了湯出來 整條街都香 很棒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肉類 用材料來的 這隻蛇是值得加入一碗蛇羹 蛇通常回來之後 我們就會湯了 肉就隔壁這樣起出來 你以為這樣可以吃嗎 那不是可以的 真的很硬 因為它有很多纖維 譬如有些人去蒸過它 有些人去炆過它 才可以做到蛇羹 蛇橫協已經有很多場變化了 在我爸爸還在生的那一段時間 他跟別人合股做生意 都希望齊心協力去辦好一間店 但是經過股東喊殺 每一天都叫我爸爸搬一整箱走 當然大家做得好不開心 你每天都叫我走就好 隨便吧 都是時間搬走 最後就買了這間店 我記得我爸爸買這間店 跟我說了一句說話 我現在的房子按在這間店 如果這間店做不成 我連房子都不能住 我家裡有親兄弟姊妹 我是大家姐 我對落是妹妹 然後是五個小孩 自己長大後就覺得 爸爸做事這麼辛苦 我可以幫爸爸找多點錢 那時候我膽子粗粗白的 心裡想我 拿著動舍 開車和小孩一起去 有一次我就去龍慶酒林 有個老闆想吃蛇膽 你拿兩副上來湯吧 我去到之後 有個賓台 有個師爺在那裡說話 我跟我弟弟說 喂 如果他給我一個咪 我就說不太好 他知道賣的 而且還沒有當蛇 都比我們現在站在那裡 什麼都不能做 不管了 拿著那條蛇 推上去那條冰台 在那裡 沒有了 接著嚇到那個師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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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聲音都不是聲 丟這條蛇出來 沒有蛇佬這樣做事 我是第一個的 嘩 蛇女好累 嘩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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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體驗很開心 馬上說 蛇佬家開特別場 你過來吧 很有氣奮 其實挺受歡迎的 那麼我又沒效 就做了茶楼的明星仔 這隻五步的旗蛇 如果被牠咬到五步內的時間 Game over 玩完了 我在這行裡面 試過經歷過給兩次毒蛇咬傷 一次就被飯鏟頭咬傷的手指 另一次是被五步蛇咬傷 那次機會收當 這條是叫做五步旗蛇嗎 鬼佬叫做尖敏腹 五步蛇咬的毒素是血蠢毒 令到你的血管薄了 然後一直滲漏 如果碰傷任何一個地方 它會有皮下的現象出現 醫生說你有心理準備 未必能夠快 然後他和我止血 沙布拉著一扯 我就暈了 因為太痛了 那時候沒有想太多 因為自己都很小 我們要抱著我店的招牌 我爸爸經營得這麼辛苦 這三個字 蛇王歉這三個字 我也希望他不會掉下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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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可以吃嗎 多一點,別不顧寒 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有甚麼要知道 你又會吃,繼續,大哥 你不叫我做 還要很多年了 我已經算了十多年了 爸爸, 二十年 我一年離開 我一年離開 我一時在美心做甚麼 我一時在美心做得不錯 現在已經去到渣旗 現在大老了 大老了 你應該還做到大老吧 你家裡要人壞話 給人工我都要回來 家人要有時間 你沒理由離開 阿嘉玲當時 我一向幫助爸爸的手 其實我們年紀很小 認識那麼多東西 他說怎樣就怎樣 我看見他一個人很慘 又要這麼辛苦去撐一頭家 一頭家不是一兩個人吃飯 是一隻炸人吃飯 你少賺一元也不行 其實他沒有必要留在家裡 他是女生 他嫁了老公便可以退休 他為何要留在家裡 又不是看著你那些混蛋 有哪會想那麼辛苦 要不要離離地喝酒 拜拜 你不太好了 但你現在喝太多了 不是太多了 我的店舖叫做石王歉 是處身邊三個力的歉 為何叫做石王歉 爸爸原來有一個意思 他說齊心協力 希望我們幾姐妹 都齊心協力 打來這間店 當我現在爸爸媽媽都離開了 那三個力 我弟弟就說了 第一個我力的 就是你 姐姐 下面那兩個就是安仔和我 這間學本要很大力的 你看這家學本要多少力 三個力一齊 是嗎 不是 樹心邊 我用心去做 要齊手業力 做這間店 盡力而為 我喜歡齊齊整整 回來一家人團圓 齊齊整整一家人 坐在那裡吃飯 大家開心心 已經是因此 還沒有期待什麼呢 掃碼關注劍場 一起發掘中國故事 在那邊吃飯 用心 不 逼